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影片的内容,要为大家介绍2022年最新版的宠物狗人气排行榜的前十名 让我们来看看今年上榜的有哪些可爱的狗狗 你家的毛孩子排名第几呢? 第十名,西施犬 西施犬性格活泼、开朗、聪明、敏捷、气质优雅 但是,有些顽固和骄傲 毛色没有特定颜色 体格非常娇小,适合家庭饲养 第九名,约克夏梗 约克夏是一只很吸引人的玩具型犬种 它很容易和家里的成员相处 包括猫和其他犬只 虽然只是小小的个子 一旦打起架来,可是毫不畏惧退缩的 由于个子太小 与小孩相处时 需避免小孩摔伤了它 第八名,法国斗牛犬 法国斗牛犬是性情温和的居家犬 最引人注目的特征是它的蝙蝠耳朵 这是法斗天然的造型 老实说,法斗最爱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 适合独居者饲养 因为它会和其他家庭成员争宠 第七名,迷尼雪纳瑞 迷尼雪纳瑞最让人熟悉的是 它们友善的个性和调皮又充满活力 它们对主人是非常的忠心并保护 体力很丰沛 需要带它们出去奔跑一下消耗电力 因为它们友善的个性 使它们不适合担任警戒犬 第六名,伯美犬 第五名,迷尼腊 第五名,迷尼腊 第四名,柴犬 第三名,迷尼腊 第三名,米克斯 第二名,吉娃� 第二名,吉娃� 第一名,就是蝉联了十三年冠军的 玩具贵宾 玩具贵宾一直都是台湾人最喜欢养的狗狗品种之一 玩具贵宾狗本身是单层毛发 天生就比较不容易掉毛 虽然不容易掉毛发 但是平常也需要多疏离 不然毛发很容易打结 有许多寺主会固定带红贵宾去美容院剪断 做造型 在狗狗智商排名中 贵宾狗仅次于第一名的边境牧羊犬 属于排名第二聪明的狗狗品种 因此,贵宾的学习能力很强 相当容易训练,教导,在饲养上会轻松许多 以上是为您介绍的十大人气全种排行 希望您会喜欢 我们下次见